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手轻轻放在大腿之上 让自己舒服地坐在这里 准备好之后 你可以合上眼睛 现在邀请你将注意放在身体的感觉上面 清楚感觉一下脚踏实地的感觉 然后将注意从脚踏带到大腿和椅接触的感觉那里 再感觉一下双手和大腿触碰的感觉 留意一下肩膊 面部 放松的感觉 就让我们享受着这一刻的放松 同时将我们的专注从身体的感觉 带引到内心的觉察上面 现在 请你将你的右手慢慢放在额头上面 我们由意识地以圣衫的名号 开始我们的祈祷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仁慈的天父 感谢你带领我走到你的面前 祈求你的亲临 你的光照 能够让我们的心向你躺开 祈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你 看见你 就怀着这份开放的心情 让我们细听 夏主教今天为我们分享的圣经金句 各位姐妹 今天的圣经金句是 天主连吻他门 若立仙之书 三章十节 今天这一段非常有趣 读经一所记载的若立这位先知 不愿意去完成天主的旨意 天主叫他去尼尼未成宣讲悔改 但是尼尼未人是外邦人 于是若立就不去 后来扭计不过天主 终于都去了 很奇怪 尼尼未人竟然悔改 一说了之后 真是马上悔改 从国王到最后的生畜 牛羊都是一样 转变他们的心意 转向天主 很奇怪 不过我觉得更奇怪的是 天主也好像改变了 最后这一节 他说天主见到他们 尼尼未人所做的这么多事 他们的悔改 看到他们离开自己的邪路 天主连吻他们 不将已经宣布的灾祸 降到他们身上 是不是很奇怪呢? 尼尼未人悔改 也奇怪 但是天主也改变了 天主不是应该不变的吗? 天主不是所有计划 不是定好了吗? 原来我们所信的天主 就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以为 这个神应该什么都做好了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 什么时候说什么 谁遇到谁 全部都定好了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人真的有自由 不过天主也是不变的 什么不变呢? 就是他对人的爱不变 他这一份对人的无限的爱 是怜悯 怜悯这个词很特别 我觉得做得很好 中文就是两个处心边 就是说同理心 很奇怪 天主是无限的天主 为什么跟我们有限的人 同理心呢? 超过我们想象之外 这个是奇迹 另外 外文 Compassion 例如是英文 Cum Com 拉丁文的 Cum 即是With 英文的 一齐 Passion 即是苦难 一齐受苦 心里面 硬着硬着 跟你一样 亦都是用同理心的意思 我们不敢相信 我们想不到 如果不是天主自己 降生成人 来到我们中间 经过耶稣基督 向我们启示 原来我们的天主 的而且觉 就是那位 联敏我们的天主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还等什么呢? 等我们投奔他 信靠他 天主联敏他们 《约纳先知书》 三章十节 就让刚才的分享 以及圣经金句 在我们的内心回答一下 当中 有没有一个 在圣经出现的词语 或者分享内容的说话 为你留下深刻印象呢? 又或者为你感觉到好吸引呢? 当你留意到的时候 邀请你在心里面 重复默念这些词语 或者句子 你可以一篇又一篇地 在你的内心重复 你内心的心情感觉是怎样的? 你又可以留意一下 有没有什么的思绪 或者过去的回忆 在你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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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邀请你 现在邀请你将刚才 内心所出现的 无论是感受 想法回忆 甚至是忧虑 或是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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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一下 最后 我们都以光荣经作结 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热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